泽连斯基有没有出逃的计划 最有可能逃往哪个国界呢 大家好,我是笑音华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不会出逃呢 如果出逃的话,有可能会逃到哪一个国界 在这里首先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不会出逃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出逃是早晚的事 或者以什么方式来出逃 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个多月 眼看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俄乌双方都表现出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念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外界透露 他正在制定和平计划 想在明年2月底 也就是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 把这一计划给公布出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外界透露 俄罗斯的目标不是加剧这场军事冲突 相反这是我们正在农历 并将为之农历的目标 而且强调乌克兰的敌对行动越早结束越好 因为战斗加剧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从俄乌双方的表态来看 双方都已经厌倦了这场无休无止的冲突 再这样打下去 付出的代价会进一步的加剧 伤亡的人数会更多 越往后战斗将越惨烈 以常常角落机式的战斗会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展开 所以双方呼吁停止战争 回归和平是最好的选择 就目前的战况来看 如果双方停止了冲突 对俄罗斯来说已经赢了 最起码俄罗斯得到了乌克兰四个地州的所有权 像对内斯克 鲁干斯克 扎布罗斯 赫尔松 四个地州是乌克兰最肥沃的土地 既有粮仓 含有黄金海岸 含有老工业基地等等等等 俄欧冲突结束以后 这四个地州俄罗斯将会以轮战的方式 帮助当地政府和驻军维护这些地区的安全 而对乌克兰来说已经输了 不但把已有的国家领土给打没了 而且把已有的基础设施也已经打烂了 整个城市的恢复建设需要几十年 不一定能达到原有的水平 而且人口也打跑了不少 乌克兰全国人口四千多万人 而这次战争就把乌克兰难民打跑了接近一千万 那么庞大的人群没了 给本来就人口稀少的国家乌克兰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和谈怎么办呢 不同意呢就接着继续打 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美国政府给了乌克兰一个答案 美国决心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倒下 大家听听这个答案 任何一个有点觉悟的乌克兰人就会反胃美国人 为什么不是战斗到最后一个美国人倒下呢 很可惜乌克兰有一个糊涂的总统 这么明显上当的道理他都没有听出来 硬生生把乌克兰带入了灾难深入之中 上周泽连斯基到美国华盛顿去了一趟 以他的演技在美国国会山演讲的时候 应得了无数掌声 但是可惜的是掌声虽多 实质性的援助却很少很少 闹了半天美国人把账算得很精 给的都是精神鼓励 让这位总统很难看 美国只答应给乌克兰提供一笔 1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就包括了只有一套美乌双方 大架渲染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而这套防空系统接近9亿美元 战料该逼援助的一半 有乌克兰买单 其实这套系统只是个摆设 面对俄罗斯的打击没有多大作用 泽连斯基张口要的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给 这时的泽连斯基应该明白 不是要什么给什么 而是给什么要什么 而且要等到秋后算总账 还有到了明年年初 美国国会两党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即便拜登同意的是国会恐怕也要阻拦一下 美国的承诺也许会打了水漂 泽连斯基此时应该明白赶紧收兵吧 这仗没法打了 替美国人卖命 不知道 下一步给泽连斯基面对的现实问题是 打也不行 已经打不动了 都打得稀巴烂了 不打也不行 打成这个样子 乌克兰人民也不会饶恕它 那么怎么办呢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这里给大家回答第二个问题 如果泽连斯基出逃 会逃到哪个国籍呢 有的认为泽连斯基会逃亡到美国去 因为美国一致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打这一仗 泽连斯基就是美国人选中的一位代理人 他在美国人面前可谓是俯首称臣 言听技术 泽连斯基为美国已经立下了骇马功劳 把乌克兰裹结合人民都搭建起了 这点要求如果再不满足的话 美国人也太不够意思了 所以美国人没有理由不收留他 但作为美国人来说 泽连斯基让美国人又出人又出力 含出钱和武器 最后把仗打成这个样子 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满意 美国民共两党都会对这位扶不起来的阿兜不感兴趣 甚至是气费 更何况泽连斯基的作用已经也没有了 所以即使去了美国 泽连斯基也会感觉到不安全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 如果泽连斯基出逃的话 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以色列 泽连斯基的父亲是犹太人 他具有犹太人的血通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 多年以来 以色列不但欢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以色列 还先后进行了摩西行动和索罗美行动 把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召会到以色列来 所以以色列对犹太人的保护是有传统的 也是留在血液里的一种行为 以色列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 随时欢迎他们回家 对泽连斯基而言心里没有多大抵数 因为只有他的父亲是犹太人 而他本来也没有在以色列生活过 也没有多少感情 特别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往来 也不是很多 没有私交 所以去以色列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泽连斯基也可能会逃往俄罗斯 只要他和普京私下打成某种默契 放弃抵抗 和平解决冲突 减少人员伤亡 我相信普京还是非常难忍的 应该说到做到 把泽连斯基给保护起来 但对于泽连斯基而言 这不仅是一种安全与否的问题 而是一种耻辱 所以他去莫斯科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说来说去 泽连斯基最有可能逃往哪个国家呢 我认为应当是波兰 波兰是泽连斯基在西方国家中 少有的几个比较信任的国家之一 波兰不仅是这次俄欧冲突的大后方 各种物质弹药武器装备和西方的雇佣军 都要经过波兰运送到乌克兰 并且波兰一致坚定支持乌克兰 和乌克兰始终站在一起 同时也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泽连斯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和波兰总统杜达连续举行了三次会晤 其中两次在波兰一次在基辅 这种会晤的频次在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 应当是觉悟仅有的 所以泽连斯基也对我宣称 乌克兰与波兰两国之间亲密无间 泽连斯基本人与杜达总统之间亲入兄弟 并且在第一次会面时 泽连斯基直接就把乌克兰西部地区 拱手让给了波兰 让波兰人以公民身份在乌克兰进行工作和生活 当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人民的不满 再加上乌克兰与波兰之间只有一区之隔 也就是只隔着一条水钩子 或者叫一步之遥 进出都比较隐蔽和便利 而对于波兰来讲 早就盯上乌克兰西部地区 有了泽连斯基在身边可以作为挡箭牌 对未来波兰的东库计划 也是一个不错的加分选项 所以我们说俄欧冲突 这样打下去 乌克兰加在美俄之间 进退两难 只是把乌克兰人民给坑苦了 这样下去 泽连斯基迟早要出逃 逃亡的过节很可能是波澜 局势如何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